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任何基本人权及法律程序立即消失 人权捍卫者面临失踪 任意羁押酷刑 剥夺基本权利 秘密审判和长期监禁 除了我丈夫 我目睹当局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迫害很多人权律师 NGO职员 宗教信仰者 诗人 记者 及其他人权捍卫者 我还目睹无数朋友及他们的亲人 在机场被阻止出境 人权律师卢思卫 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之下 突然在老挝音讯全无 如果国际社会允许这一切继续 中国实现法治的承诺 将完全成为空谈 我呼吁国际社会 要求中国政府尽快释放 被欺压的人权捍卫者 阻止中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为由 摧毁中国公民 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社会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